这很不错 有人认你烤鱼了 那还不多亏了 金大嫂的指点 不光是大嫂的指点 你自己往桌子里加什么 不养味道啊 不会这么想 是 我又加了一些辣椒 还加了一些蒜 我觉得这样 就能把那个鱼腥味全都盖住 你是个有心人 将来一定能发大财的 借金大哥吉言 好 走啦 走 好 走 来 小心烫啊 好 谢谢 你好 你好 小姐 要来一条尝尝吗 好香啊 来一条 好香啊 一条是多少钱 五块 五块太贵了 三块行不行 要不我让一步 四块行不行 三块 你最求我买一杯 好吧 我可以卖给你 但你以后必须得常来 我每天就在这儿 好的 三条 好 好 好 如果你喜歡它,我會買更多明天 沒有,如果你熱它一遍,它會失去所有的味道 你還可以讓他過來,煮 it fresh 如果他可以煮其他食物,那會很棒 Loran has been way on ship 他不能夠煮給你六個月 請問他,$100每月? 如果他答應,他可能會來 Mr.Gomez,你很棒 沒有,我很棒,我喜歡吃 Li-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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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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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可以揍你 是不是可以揍你了 不能打人 是不是可以揍你 不能打人 快 阿建 这车还能摸到 是你啊 我上回救了你 这回你得救救我啊 我第一天上班车的撞人 我怎么跟老爸救救的呀 龙苍那我就说 你就说他车 现在能走还不能走 能 不能走 这还没解决呢 阿建 你有事就说事 你动不动就要打人 阿红 我们走 别等了 阿红 阿红 走 阿红 警官 警官 太转好了 你好 你好 谢谢你又来光顾我的生意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刘华胜 刘先生 你们一直赚多少钱 我刚刚开张 还没有算清楚 不过我想五十块应该有 你有什么事情吗 我有更好的钱 我在盖茗茗先生家 纽约 盖茗先生是 布达亚退休的钱群 他真的喜欢吃你的口油 所以他邀请你来 到他的家做事 可是 我能做些什么呢 那你去了口油 还会做什么呢 我以前在茶楼做过面铃尸 我还会炒中国菜 那太好了 那就用你的全部取义来饮品 美酒一百块钱怎么样 没问题 这起事故 你要负全责 在街上开车 东张西望 那是严重的 不负责任的违法行为 依据有关规定 对你进行吊销三个月驾照的处罚 如果你有意义 可以向法院提出申请 审议我们的处罚决定 我没有意义 我只是希望你能 你能 给我口饭吃 对不起 这个呀 超出了我的职责范围 对对 你你这样的司机 就就该饿死 饿饿饿死我 对你有什么好处啊 高兴 行了 情绪化的语言就不要说了 这里啊 不是吵架的地方 签字吧 去去去去 方北 没事吧 没事 你 你老公啊 什么嘚嘚嘚 你眼睛瞎了 那我姐夫 没事就好 姐夫 好 我驾照被缺三个月 以后上你那儿混了啊 行 我在这儿正缺人手呢 你缺人手 缺人手 要不是你辞退了华盛 我能满街找他吗 你说你开个地市马达 再找华盛 华盛背不住 已经回大陆 你去哪儿找他去 我告诉你啊 你最好告诉刘华盛 让赶紧滚回大陆 要不然要他的命 你有那本事吗 你不信是不是 不信 你死去 我 你干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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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警局门口还敢打架 你们都吃了凶星暴死亡了 叶叔要杀人 阿世 你看见他刚才打我了吧 你要是不管 我就告诉你 你是谁啊 我是他姐夫啊 我来接人平白无辜 挨顿打 我冤不冤呢 你们决定起诉他吗 对 起诉 我没时间起诉他 阿兵 你还起诉 站住 王阳监 跟我进来 我们打我 这是这儿啊 是这里 我已经三年工作在这里 不会剩我的 不能剩我的 刘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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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 你坐着 khauyu 临闻回回玉虫 金王 就给我一个惊喜吧 我会尽力的先生 你去坐 khauyu吧 祂经开放 这是晶龙 好的 先生 不 应该你说 是 长官 是 长官 走吧 去吧 若瑟 她为什么让我叫她长官 跟女士先生是一个退休的监君 我说过 好 没想到她已经这么老 你千万不能说她老 但现在也像年轻人一样 实际上她 一直认为她是一个 真实 那她的太太应该怎么称 她去了田国 她现在跟她的儿子波罗住在一起 波罗这些日子不在 她去布特亚休假 那这么大的院子 就我们三个人住吗 不是 五个人 是 您 你和我 还有个院议士 到晚上回来休息的 好 五个人住也显得太大了 等到朱姆的晚会 你会感觉院子刚好很实 好 回来吧 二周四 今天晚上烤几条鱼 三条鱼 每个人来烤 也有我的吗 你不喜欢吃吗 当然喜欢 不过我有些舍不得 干嘛是不会的 如果你跟他吃的不一样 他会生气的 豪江之夜集团吗 我是林少奇警官 请帮我找一下吴绒昌董事长 对不起 林警官 我们董事长有个应酬 我不在公司 您有什么吩咐 我可以记录下来 转钱给他 哦 是这么回事 你们有个叫王少坚的员工 因交通事故 而威胁当事人 请你们董事长予以训诫 好的 谢谢您的及时告知 嗯 再见 你的 你的情况已经几乎在案了 你有着严重的暴力倾向 我希望你去看一下医生 否则你会进监狱的 你才看医生 还有别的事吗 还有别的事吗 没了 你可以走了 混蛋 站住 怎么了 你刚才说什么 我说我王少坚是个大混蛋 你不是个大混蛋 是个小混蛋 古活仔 你怎么能把案底留在警局呢 而且把我和豪江之业的名字全留下了 你 豪江之业不能有任何污点 你知不知道 不知道 我知道 老板 知道 有些事 是只做不说的 而有些是只说不做的 你想要人家的命 却要好了 还说什么 怕别人不知道吗 我懂了 我懂了 你把车撞了 没什么大不了的 换一辆就是了 可你把案底留在警局 这件事 要比撞车严重的多 我告诉你 千万不能招惹警界和司法界 他们有权剥夺你的自由乃至生命 一旦被他们盯上 你就永无出头之日了 明白了 那个 叫林少基的警官 给你的直觉是什么 他这个人很能干 讲原则 禀工办事 你把这封信交给他 你找谁 我找一下阿基警官 阿基警官 你好你好 是你啊 什么事 我老板有份感情信 你让让我交给你 还写了不少吗 热情洋溢的 帮我送个地方 送哪儿啊 山顶养老院 一般写给我的感谢信 我都往那儿送 你 你不收吗 收啊 我只收纳税人 通过政府渠道 送来的感谢信 好 行 我 我明白了 有一件事 我 我向您补充说明一下 就是上回那个交通事故 完全是我个人行为 那是我带着我女朋友 和我女朋友的妈妈 去 去玩 休息时间数据 和我公司没关系 你怎么不早说呢 我 我现在说也不晚啊 行 我可以注明一下 来 要是这样的话 这封感谢信 不应该是你老板写的 对 对啊 对啊 这不是我老板写的 我 我写的 我写的 你 您是不是要送山顶养老院 我这就去 我这就去 这个口感就对了 味道现美机了 先生先生 你能品出来有几种味道吗 有香味 辣味 葱香味 豆豉味 还有蒜味 刘国说得对吗 你真的是一位美食家 你真的是一位美食家 十种口味当中 你尝出了五种 你尝出了五种 其他的还有 不不不 你请给我留下团索的空间 我需要自己来寻找那五种味道 你尝出了 为我们的相聚 好 谢谢 不不不 感恩之心应该有 但对格玛斯老头来说谢谢 是不需要长刮嘴边的 好的 好 对美丝先生 刘先生还是很不错的面剑水 他还会抢我整个菜 那我要给你加薪了 不用的 我是用我全部的厨艺技能来应聘的 罗斯小姐就这样说的 罗斯 你给我省钱了 刘 罗斯是个吝啬的 关甲破 你要有心理准备 怎么了 监长 怎么了 雨伸 难下来 不是叫这 这这这这这 不不不 来不及了 我也可以开车 我走 走 快开门闪 不能满个门丝先生 时间就是生命 哥麦斯先生 对不起 我 我的车技实在太差了 没事 我来教你开车吧 那 那我们不去医院了吗 那个鱼刺没有了 你找到了新的治疗方法 看看 好 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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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麥茨先生 这是我拿到驾照之后 第二次开车 你的勇敢精神 适合做战士 我参加二战的时候 也是刚学会了开车 在炮火中开卡车 运送屋子和部队 地面上的弹坑 为我糟糕的车技 找到了借口 不过没过多久 我就把卡车 编成了听话的战马 我甚至可以用 一侧的车轮 开着车飞跑 这不是在耍车技 因为有的时候 你需要面对 只剩下一米宽的路面 你不得不让车 翻转四十五度 真的让人不可思议 你不得了 我从车子监得了 我到车子弄 然后把闹筑 去吧 我重新闻 乱人 禅宽 类找你 我都要熟 我手 哥派子先生 我来帮你 不 不 这是我的经济厂 使战者教会了我生存的法则 那我能做些什么 我是指挥官 你要按我的指令来行事 阿桃 那匹战马可以让我骑牵 是 你好 你好 我好 先生 经常到这儿来吗 这是他儿子的地 他是给我们的指令就是 只要他不出这片地 他爱怎么开就怎么开 他每次到这儿来就为了开出来 他是用这种方式 他是用这种方式 来怀念他遗孤的战友 对于他来说 这根本不是什么垃圾处理厂 而是硝烟弥漫的二战战场 一等兵刘华盛 到 我是格梅斯队长 我命令你把这车吉仰送到格陵高地 硬撕 刘桃 他没有问题 已闪到的 想定 还够走 才是 也不安 自己更 Afro 你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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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艾 别哭了啊 人已经走了 你去接受这个现实吧 不让你姐姐生气着急 是你我共同的责任哪 他可能是真的走了 不是可能 是绝对走了 你就别再冒幻下了 老师叔 他真的可能死了 死了 你可别吓唬我 我可不是杀人犯 我只是让他走 我并没有让他去死啊 林建峰 是不是人在死之前 都会叫他最喜欢人的名字 民间倒是有这样一个说法 喂 你不会说 你听见刘花生在叫你的名字吧 我听到 我听到 我听到他的叫 别哭了 我真的听到了 子齐 孟子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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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听见了 听见有人在叫我 谁才叫我的名字 谁才叫我的名字 孟子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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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子姐 阿姨啊 阿姨啊 你给吓死我了 阿姨啊 你干嘛了 他叫你半天也不答应 你没来 对啊 那人呢 一人在屋里哭呢 干嘛也哭啊 你欺负他了是不是 我哪敢啊 刘花生死 什么 刘花生死了 你怎么知道的呀 那没错 他说他听见刘花生 叫他 民间不是有这样的说法 听见谁叫 谁叫死了 洛公 你别说得这么毛骨悚然的 要做噩梦的 我去看看他 行了 你就让他一个人在那静着 我现在倒是天天在做噩梦 我这么一个大老板 天天干这么多的体力活 你也忍心 行了 你不要抱怨了 我今天来 就是要和你一起干活的 老婆 你真的愿意帮我干活 没错 夫妻就要同甘苦吗 对吧 你把那个 鸡饭打扎干净 好 快去吧 哎 我是你老婆 这么重的活也让我干 还是你干吧 我去看看阿梅 好 老师 哥美斯先生睡了吗 他在厨房做菜 需要这个 那我来 你要休息 你晚上还要烤鱼 好 没关系 我来 谢谢 追 我来 感谢观看